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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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给各位的课程的内涵 可以说每一次都分量非常重 我们今天给各位的两篇东西 一篇大题上我都讲过了 也就是说 三曲、四曲、流派说之 溯源建构与检讨 请问这个题目是不是把 有关流派的艺术 流派的分野 也就是说 学者探讨这个问题 做全面的怎么样 梳理和批评 尤其在这里边 各位觉得哪一个是 最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啊 建构 你说流派艺术应当怎么建构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检讨呢 就是因为以往的许多学者 都没有好好去了解流派艺术 应当怎么建构 所以就浪费了许多分章 那我们这个呢 那我们这个呢 是我包括陕曲 和戏曲 讨讨讨论流派艺术的 在我们戏曲史上 大概只有两大核心 一个就是明代的怎么样 所谓汤神之争 我和各位说过 汤神主只有一个人 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成派的啊 一个人已经过孤独了 所以我常说啊 真正的孤独 是什么叫真正的孤独啊 没有和你病例的人 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和你病例 吸收 这孤独不孤独啊 不会 那最孤独的人 就自为了不起 高高在上的人 所以我说 英雄帝王 尤其开国的帝王 常有一种孤独寂寞感 因为没有人可以和他病例 什么叫孤独啊 连个说话的对象都没有 这是孤独 什么叫真正的穷啊 连借钱的对象都没有 这才叫穷 这个 我观察古今 确实有这么一点 有这么一点现象 所以这篇东西呢 是包括 三渠 细渠 那么三渠啊 可以说就直接 成绩什么而来的 尺 对不对啊 成绩尺而来 就是说要豪放晚约 但是 词曲难道 就要豪放晚约吗 而豪放晚约 事实上是 就什么为基准来说的啊 就这个作家的什么说的啊 他的风格 对不对啊 格调来说的 那难道 一个作家的这个 格调 风格就是豪放晚约 这样啊 分阀吗 就好像我们人说好人坏人 这么简单吗 记得上个礼拜 我也和各位说过 如果拿豪放晚约来说 起码我可以把它分作这个什么 六派 还记得吧 豪而不放 放而不好 放而不好 既好且放 晚而不约 约而不晚 既晚且约 是不是六派啊 有没有这个力争作家 有啊 比如说好而不放 宣价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放而不好 朱敦如 朱敦如 既好且放 只有谁啊 只有苏东坡 所以苏东坡啊 中国文学史上 我最喜欢的是苏东坡 这个 不过呢 他那个晚年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黄州 慧州 穷州 这个可算了吧 我不干这个 那杜福呢 他也辛苦 幸好他的胸怀包容力强 博大军 才能成就他的文学 那么晚约 晚而不约 晚而不约 就像伪装红颜柿之类的 约而不晚呢 就像温庭云 约而不晚 约是什么意思啊 很灵念 对不对啊 它的浅词造句 灵念 依法的结构 是简单句还是复合句啊 复合句多 所谓身躯内运 这个叫约 所以 完呢 就是委屈 腕船 运智 自然 比较容易 领会它 那么继完且约呢 就谁啊 周邦彦 像江奎这种人 那曼茨来说呢 他还是约而不晚 所以像这样子 我们简单的逻辑 把它排比 就可以六派 对不对 可是 从这个圆明以后 谈这些问题 大概就是豪放晚夜 一直到谁啊 一直到 这个仁阿 他又加了一个端井 端井 就于晚夜和豪放之间 仁阿北先生在早年的时候脑筋清楚 写的文章非常的耀眼不凡 可是越老呢 越细 细到自我纠彩 细到别人读他的东西都读不下去 我很用心地把它的堂细弄 从头读一遍 加没批 我收益很多 我发现他 哇他里边有 非常重要的资料 可是又发现 他因为年纪大了 常常资料没有充分发挥 应用 所以我从里边 运用他的资料 写了两个大文章 所以一个人不一定 会越来越进步的 尤其科学方面 常常倒退 人文方面 这边呢 累积 在累积 一定要 调理清楚 跟着你 事业成长 所以我们这篇呢 也谈到了 流派呢 要建过一个流派的基准 并不容易 而就文学来说 你一定要 留意他的这个什么呢 文学的 这个艺术 他的核心所在 来 作为他的基准 比如说在 前一两个礼拜 我们讲到的 经济的流派艺术 对不对 我们强调说 经济因为他的背景 经济是因为 它是属于哪一种 文学啊 是实战系板腔体 实战系板腔体 可以让 这个 演员发挥空间很大 空间大 自然就会形成什么 自我的特色 所谓经济是演员中心 因此 他的这个流派艺术的 分野的基准就在哪里啊 在他歌唱艺术的 个性特色 那就畅强 以这个做基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呢 此取戏 取牌体 它 因为 腔调 那个腔调 共性太大 是 坤山腔 亦阳腔 黄霉调 这些腔调呢 使得唱出来怎么样 这种 具种的那个 情味 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腔调 而因为它的体制规律 它作为再提的 文学的体制规律 是简言 复杂 细致的 还是粗略 简单的啊 是细致的 是非常的这个什么呢 复杂的 所以 用唱腔来歌唱 它所受到的制约 大还是小啊 就大了 受到体制规律的制约就很大 很大就没有特色 难以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它还能不能用唱腔做基准呢 就不行了 不行了 而这时候呢 这个 这个 它 戏曲的这个核心 不像精具是在演员的身上 演员中心 在明大 在明大 元大 尤其元大 绝对是在剧作家的中心 明清传奇这个呢 明清传奇这个呢 主体还是演员的中心 那时候的 岳父歌剧 演员内 已经 这个 也被重视了 但不管怎么样 他的身份 他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力 能不能和剧作家相提并论啊 还不行 所以我们 演员杂剧明清传奇所 传下来的 请问演员的名字 都还是剧作家 剧作家 可是 经济呢 你们能 能背出十个经济的 这个 编剧家吗 没有啊 很少 可是 各流派 的艺术 大家可以 如数家珍 由此你就可见 这个戏曲 他的这个 艺术特色 和 再一个 怎么呢 在戏曲本身里边 他的推移的现象 这个现象 而演 剧作家 所重视的 是文学 而中国的文学 韵文学 各位注意 他同时 含得哪几个元素在里边呢 同时 同时 同时有三个元素 同时有三个元素 这三个元素 又分成 演员 歌唱者 他所 歌唱出来的这个唱腔 而他唱腔的载体 又有两个 一个文学形式 文学的形式 所 呈现的 语言旋律 也就是说 歌谣 小调 诗 战 曲牌 套曲 语言旋律 这些都是 印文学 的载体 而这些载体呢 它的 规律 越复杂的 制约性越强的 它的人工 音律 所产生的精致度 会不会一样啊 比如说歌谣 一定和曲牌怎么样 不能相提并文 小调也不能和曲牌套数 所以 语言 要在这样的歌谣的 或在这样文学形式的载体里边 这个语言就要受到它的制约 你所用的 语言的制约 在这个载体里边 各位还记得我们常说的 是哪几个制约的层次啊 巴黎 还记得吗 所以这个巴黎 所呈现出来的 语言旋律 就是生情 就是生情 演员的唱腔 巴黎 在文学形式所产生的生情 它语言本身 有没有 语言要传达的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呢 有没有 这就是慈情 这个生情和慈情 是由谁把它呈现出来啊 当然就演员的唱腔 所以演员的唱腔里边 一方面要呈现 文学形式载体的 和声情的 声情的语言旋律 同时要呈现 语言 词情所呈现的意义思想 情感 它用什么呈现啊 用它的口法的精准度 用它行腔的艺术性 那这两者结合出来 就是 谁啊 就是演员的唱腔 因此呢 如果说站在文学这方面来说 剧作家 所 要很讲究的就是 会归于在两个主要演续 一个就是词 词的美不美 一个就是力 这个词的生情 能不能合乎力 也就是说 剧作家所要呈现的 就是生情和词情 是相得益彰 还是发生 冲突 傲者 所以 如果说 拿词曲戏曲牌体 他要做流派艺术的 这个分野的话 他恐怕只能用 词和绿 作为他分野的基础 那这样词和绿 各位又可以分作几个 类别 词力兼美 相得益彰 这是不是最高的啊 像洪生 这样的剧作家 词力兼美 相得益彰 还有词美 怎么样 力 不怎么样 类似恐上人 或者是什么呀 磁力 磁 高的不得了 比如说力呢 毛病多的不得了 那像 唐贤主 这样总共 几家啦 磁力兼美 磁美 而力不脏 有没有力 力 力美而磁不脏的 有啊 那么磁 走 力 累 这个要不要算一家 这个大家都不要了 还算哪有什么一家 所以大概就有这三 这三种 像神景就是 磁 走 绿美 拿这样来说啊 磁取系 取牌体 你还可以做一个分野 做个流派语指 可是呢 因为 自古以来 近现代人 都探讨问题 都不从这里去建构它的基准 都想当然了 把一个 讨论的一个问题 是 可以同时具备两个基准 三个基准 去探讨 譬如说 磁 力 这两个基准啊 有的还来怎么样 还来地域性啊 那地域性和磁力呢 就不一样了 这个地域性 拿原杂剧来说 你是大都作家 平阳作家 中州作家 东平作家 杭州 这个什么 剧作家 针定剧作家 六大中心 这是第一性 第一性 第一性和文学艺术 会不会 发生 决然的 分野啊 有影响 但 绝不是 决然的分野 所以像这样 拿地域来分 当然是错误 我在这篇文章最后 我说如果拿你们的 这个 来分的话呢 未来要 说明方便 我可以分出 几个不同的基准 四十七月 如果我们未来要 说明方便 起见 有磁力 善磁 轻力 重力 卓磁 磁力 双美 磁力 两卓 可以不必要 因为他 第二呢 体制巨种 你看体制巨种 诗战系 板腔体 磁取系 取牌体 然后 诗战系 板腔体里边 帮子系 匹方系 精具 这都是 宋元 南取系文 金元 北取杂具 明清 传取明清 杂具 这个都是 磁取系的 再翻过来 拿语言 所运用的语言的 那就是白苗文才本色 拿腔调来分的 那更多了 你看南取的腔调有那么多 别取的呢 那起码也有四种 那如果拿这个什么呢 翻演 就是演出为基准的话 常上之取 就是说 演出的好看 那读起来不一定值得欣赏啊 岸头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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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岸头之书就是怎么样 当文章 当印文学来读的 可是在舞台上演出来 并不好看 岸头常上两仪 那如果一个剧作家的作品 是岸头常上两仪的 这杰出不杰出啊 就算杰出啦 然后功能 有些剧作呢 它的主题思想产生的功能 你看就 教化余乐 欲教余乐 抒情奉刺 那如果还要分 也还可以什么呢 就游心游意 游意 或者是书份 就发牢骚的 或者奉剑 这比较少 但是也可以算啊 你看拿地域来说 刚才我说的啦 有平阳杂具 真定杂具 东平杂具 大都杂具 中州杂具 杭州杂具 原杂具有六大中心 可见呢 它是普及全国的 传奇呢 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 所有 吴江 书桌 岳中 这是传奇的三个核心 好 各家翻过来 经济演员 那就以唱腔啦 你看我随便写 就有檀派 夷派 马派 旗派 眉派 承派 上派 行派 夷派 其他还有啦 比较不重要 后边 你看人家 有派 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啊 如果有一天 你们说 征门地主 结果只有吴佩勋 那 那 那这个门就很单谱啦 对不对 所以你 谈派 后边这些都是想当当的人物啊 你才成派 以作家的出身为基准 这个是明代的 明代的这个租权的太和正宁谱 他有梁家 利家 传奇叫明家 行家 梁家 就是主文人 学士 士隆工商 这些都是梁家 利家就是主岳父歌迹 那传奇 明家 行家 明家就是文人 学士 行家就是真懂戏的 还有书会 就是 现在的新诗人不是有分奏啊 它是什么派的 都是他们常发表的 发表的那个杂志 以此来分派 那这个书会呢 在当年就有 益经书会 元真书会 九三书会 勇家书会 武林书会 那有些呢 找不到适合的作家 也考察不出来 那其他的还可以 那以剧作题材内容为基准 你看 题材内容有 历史记 示范记 社会记 佛道记 家庭记 神怪记 爱情记 那么 风格 风格呢 就刚才我们说的 豪放 晚因 端景 那真要分的话呢 豪放又可以分三派 这个 晚也又可以分三派 你看 像这些 就分野的基准不同 这些呢 都有利于怎么样 写戏取死的人 他在戏数的时候 可以把很散漫的东西怎么样 统瘦 归取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好处 其实分派呢 我认为 我认为 也主要功能在这里 但是如果说 就文学艺术的立场上 那么 词取戏 取牌体 它的基准 应当以剧作家为核心 用 用磁力 的这个基准 如果 施战戏取牌体 那 演员中心 就应当用什么为基准呢 唱腔为基准 你看 我们这样的论述呢 是从前所没有的 那中间有一大篇呢 都是在批评 这个古今 学者他们的分派 分派好像政治 各个政政有词 一稍微衡量 就自我矛盾 因为他们建过的基准 建过的基准呢 自我矛盾 所以自学 我常说啊 你一定要得起法 学术的钥匙 就像我们说 你要探讨 生蛋静莫头绝胜 就要 两把钥匙 一种是怎么样 市井科医 角色来自市井科医 第二把钥匙 角色的演化 俗称到符号性 是什么钥匙啊 俗文学的什么啊 还记得吧 行 进 或者 省文 就行起来说 是行进省文 就因来说呢 是因同 或者因进的 额变 这四个额变 这两把钥匙 拿到 生蛋静莫头 什么都出来 你掌握不了这个 我也常常和各位说 刨钉解牛 对不对啊 你一刀刺下去 所谓切入点 如果从这个牛的这个大腿骨啊 咔嚓下去 刀断了 你还能不能再 把牛解剖啊 可是如果你 入于基礼之间 基礼之间是 灰灰呼呼 有刃有余啊 牛被你解剖了以后呢 腿软尾地啊 像一堆土 趴叉堆在地上 牛不知其实 连牛呢 被你解剖半天 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你如果大腿咔嚓一刀牛 一痛一叫 反过伸来 脚把你什么 给拱两下 你肚皮比较 这个抽两脚 那你还有没有活命 这个比喻当然各位知道 不得欺法 是耗力废死 所以类似这篇啊 各位啊 稍微啊 稍微啊 把他里边的钢瓶药物 再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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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